联邦参议院通过了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建议五角大厦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的环太平洋军演 而率传访台的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戴户杰 今天上午也觐见了总统蔡英文 她特别以中文说出台法友好 而蔡总统也表示期待欧盟在法国的带领下 持续推动台湾与欧盟洽签双边投资协定 以拱手代替握手 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 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户杰 与其他五位跨党派议员访问台湾 总统蔡英文亲自接见 今年是台法关系突飞猛进的一年 我们也期待在法国带领下的欧盟 能够持续推动台湾跟欧盟洽签双边投资协定 不仅秀中文 戴户杰也将友台决议文制赠给蔡总统 而美国联邦参议院也在当地时间15号 通过2022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 要求美国国防部长递交台湾防卫能力评估报告 协助台湾发展不对称防卫能力 加强美国国民兵与台湾合作 并建议五角大厦邀请台湾参加明年环太平洋军演 但另一方面中美洲前友邦尼加拉瓜 却只给14天时间 要求我国在当地的驻管人员 必须在23号前撤离 比以往大约一个月时间减少许多 尼加拉瓜翻脸比翻书还快 外交部也要求尼加拉瓜政府 依据国际惯例保护我国在尼加拉瓜人员的安全 并在行政作业上给予便利措施 华氏卫金刚成之学特别报道